望着青火身上弥漫出来的恐怖轻魔火源 宗帆的瞳孔狠狠的一收 嘴里蹦出几个字来 混沌天宝 前辈 物灵闻声神情骤然一变 前辈 你 你说什么 哈哈哈哈 青火怒急返笑 不带宗帆回答 目光冷冷落在陆林的身上 小林 老夫念在昔日情分 放你一条生路 没想到造乱的罪魁祸首居然是你 恨哪 老夫当初就应该杀了你 温娜 陆林大步踏前 吓出青火的本名 众人这才知道 青火原名叫温娜 见没倒数的陆林同样杀气逼人 即使修为相差甚远 也分毫不惧 他说道 你少假惺惺 当初要不是我在你生命垂危的时候救了你 你会活到现在 你个老匹夫 狼子野心 得宝而忘恩 现在还有脸跟我提当年事 那又如何 青火老脸一沉道 老夫安好之后 亏待于你否 你的安强 老夫早已还过 你我各不相欠 天生法阵大尊 以还为世间珍宝 有能者得知 你一个娃娃 还想跟老夫平分 岂不是痴心妄想 居和站在一旁 早就听说了 陆林和青火的恩恩怨怨 帮强道 青火老怪 跟一个十几岁的娃娃抢东西 还说得阵阵有词 你还要不要脸 你又是谁 青火气得没扬虚张 长久一来 青火城主早就习惯了呼呼赫赫的日子 谁敢在自己面前大呼小叫的 今天可好 先有三大长老背叛 后有神界诸王讨伐 如今一个名不见经砖的小子 也敢指责起自己的不是了 难道自己的威严 已经没有用了吗 愤怒间 青火问完 便是一记青火甩了出去 十奔居和的面门砸了 速度之快 饶是踪翻看了都心惊不已 这一下要是哀上了 不仅居和 所有人都得遭殃 宗老神将侧步横移 这回用的是双手横移面前 白烟状的仙刚神力 瞬间凝出三指后 犹如一面巨顿 挡在自己的面前 哄 无匹的劲道 狠狠轰中了白炼仙刚 宗老神将难以掩饰的 错的情绪 蹬蹬蹬的击退了三步 方才站稳 直至卸去青魔火源的力道 方才一脸的骇然之色 显然 这一世下来 宗老神将不败的傲然战绩 被涂抹上了漆黑的一笔 混沌天宝 这一声是惊呼出来的 相比之前的略有怀疑 肯定是成分巨大 青火阴侧侧的冷笑 轻慢的举足踏了 现在大阵一毁 他也不着急了 如今他的目的 就是要抢回大尊遗孩的 其余几个部分 顺便杀了陆臣 这些坏了他大忌的小人 陆林心惊大寒 默默退后 小心翼翼 令人宽慰的是 这孩子的心性 跟陆臣一样稳重 欲大事而不乱 这功夫还伸手 把左青汉挡在身后 孝子之情 异于言表 恍然间 陆林默的一惊 好像响起了什么大声道 你得到了天上 留下来的法宝 聪明 轻火威一顿足 放声大笑 二等以为老夫多年 不思古城之事吗 笑话 告诉你们也无妨 老夫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出现 就是为了修炼 敌凡神策 虽然老夫现在 还不能彻悟神策中的秘法 但是对付神王高手 还是不成问题的 就凭你们这个家伙 其实老夫一和之敌 轻火心高起奥 此时更是怒法冲冠 说话间 不由流露着一股 辟露拟天下的气质 害得人浑身发抖 宗帆皱了皱眉 知道大势一去 当机立断道 陆林 你们先走 前辈 第一个喊出来的是左轻汉 他跟陆臣的脾气很小 完全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宗帆的话刚刚落下 他就站了出来说 要走 你去走 休得胡说 有的青山哉 不怕没柴手 老夫一人死 总好过所有人死 前辈 陆林居合都不同意 计较起来 谁都不走 就在这时 一直被人遗忘的脑后的陆臣 突然走了出来 冷冷一笑的 宗前辈 我们现在就走 说吧 陆臣的眼底 闪过鬼诈的目光 双手记起乌煞云 窜入众人足底 乌煞云 砰的一声变大 拖起众人 直飞天外 这一招来的蹊跷 突兀 饶是轻火 也没有反应过来 陆臣等人说走就走 激愤中 老怪速度不慢 一记轻火 拍出腾气身形 化成流光追了上来 眨眼间 便落足到陆臣等人 身后不足十米开外 宗帆见状大惊 他知道 轻火的修为并不高 但他有一件 还未露相的混沌天宝 轻火借天宝之威 将修为提升至上位神王的境界 绝不是云上众人 能够抵挡的存在 踏足云上的宗帆 迅速回头 双掌猛的探出 目的是想用全力 拼上一击 把轻火逼退 虽然明知己力不逮 但 宗帆拼上了行命 就在这时 轻火的火掌也探了过来 出乎了两大高手的意料之外 电光火石的一闪之后 四只火掌中 突然多出了一双恐怖的手骨 这手骨 浑黄而凝润 好比浑然通透的宝玉 千万别小看这双手 此掌探来 犹如两条蛟龙出海 浑厚的混沌精髓 神力喷涌而出 更似惊涛拍案般恐怖 砰 宗帆双手还没有打在 青火的掌心上 那双黄色的匹迪巨掌 立时喷出了两只巨大掌印 同时拍在了青火的面门上 只听一声巨响 强大如上尉神王的青火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怪叫 远远的抛飞了出去 直直撞破三重天空间 方才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 乌煞云上的众人 一个个目瞪口呆 宗帆还保持着两掌探出 只不过 现在前方已经空无一物了 让他有力无处使 不过 他没功夫计较自己的神力去处 而是诧异的回过头 顺着那双掌的源头看去 只见陆尘微笑如风的 站在乌煞云上 浑身上下多出了一件 类似骨头架子式的战甲 依稀可见的是 这件战甲 根本就是不完整的大尊遗骸 他双手伸直 眼角带笑 望着下方变成星点状的青火 半晌 方才松了口气 宋帆 左倾汉 陆林居合 神情震惊地看着他 很明显 至今他们没有看出来 陆尘是怎么把青火打飞的 见众人满是怀疑地看着自己 陆尘淡然地耸了耸双肩 别看了 我是借助眼界魁卫大尊遗骸 才巧胜了一掌 下回可没这么幸运 快走吧 说完 陆尘双指并起 祭出先诀一缕 乌煞云破空而出 宋帆帆然显悟 大尊遗骸自不多说 火源大尊的骸骨再弱也是尊敬 眼界魁卫是混沌天宝 双宝合一再加上陆尘短暂地让出肉身 可不就是半个尊敬高手吗 打青火还不跟玩似的 菊和 陆林 王八看绿豆似的眨了半天眼 也没闹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青火败了就是败了 两人的心境很好 马上就恢复了正常 陆林更是满脸堆笑地跑到陆尘身边 直接讨要起法宝来 爹 你用的是宝贝吧 还有吗 众人无语 陆尘黑黑一乐 这一乐牵动了元气 咳出两口血来 左青汉吓得花容失色 赶忙扶住摇摇欲坠的陆尘 对陆林说道 让你爹歇会 陆尘摆了摆手 说 不放射 一时三刻 宫火纹还作祟不得 他看向陆林说 等我休养好了 只会想办法给你打造你想要的法宝 话说回来 这话可不是陆尘大方 关键是看谁的儿子 谁的儿子谁不爱呀 陆林文言大喜 赶忙大献殷勤 宗藩和居和看的吴雨 笑笑不说话 几人乘着乌煞云 飞出了三重天外 回到真正的泰晤遗址中的时候 远方阵阵喊沙声 如惊天炸雷般 此起彼伏 陆尘几人定睛一看 只见泰晤遗址下方人潮涌动 但凡在此地的高手 都在遗址的范围内 仔细的搜索着什么 这些人既小心翼翼 又群情激愤 其中曹南在搜索了一阵之后 找到了受伤极重的成远长老 一把提了起来 用神念牵制住了他的心脉 骂他 清火的护法张老 杀了他 给兄弟们报仇 上万人双眼喷火 看到成远就喊打喊杀 成远受制于人 吓得心惊胆寒 看到刀光剑影朝自己飞来 忍不住大声哭着哀求 我 我也很轻火呀 不要杀 呼扑扑的一阵响 鲜血飞扬之后 堂堂下位神王 就此被分尸当场 鲜血洒扬到大地上 血腥的气氛 像瘟疫式的迅速的扩散着 激起古城大地上万修士多年来受尽屈辱的复仇之心 众多修士熟智利器 仰天咆哮 像是在宣泄心中压抑许久的郁姐 这一喊 嘈杂混乱 但绝对惊天动地 振奋人心 曹南甩来甩手上的血字 老远看到陆尘几人 从空间某处飞了过来 神色大喜 满汗感激的看了陆尘一眼后 拍了拍曹凡 两人一并飞了过来 见到陆尘 曹南的第一件事 就是夏云贵安 诚挚地说道 圈子能幸免遇难 全赖陆小友打酒 请受曹南一拜 七大神王中 散银 龙亭 曹梦 月道清 月道静 月道灵 闻声起起转头 这一眼瞧过去 看了个震惊莫名 曹南在前向城的地位 不许阐述 那可是仅次于前向神王曹剧的人物 神界八成当中也算有头有脸了 今天见了面 给一个不认得的后生行跪拜之礼 当即让众人深深吃了一惊 散银眼神中 无悲无喜 他对陆尘并无多少恨意 龙亭则是不然 受到其失责备的他 看到陆尘就想起自己大儿子 惨死的事 狠一斗生 要不是因为曹南现在在陆尘的面前 恐怕他早就杀上钱去了 曹梦遍寻儿子不着 这功夫没心情理会 但他特别注意了陆尘一下 特然发现 就是自己父亲极为重视的小子 难免有些心惊 太乙城的岳家三王就不同了 他们的眼神中满是匪夷所思 不解曹南为何对一个后生行如此大理呀 只待众人听完 方才知道陆尘救了曹梵 曹梵一同跪下 虽然同在云上 但是他们的法云比陆尘低了半个身子 以示敬意 陆尘见状 微微一恶 赶忙跑过去将二人搀扶而起了 曹大人 范少 不必如此的 要的 要的 曹南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曹凡也很得曹南欢心 其子之命贵乎其父 再加上陆尘和乌黎的关系 曹南这才放低身价 至此 众人还不知道 解救了全城危机的始作俑者 就是陆尘 陆尘见这二位劝不得 面带苦笑的成了两人的大礼 全集 曹南对宗藩败了一败 两人互失一笑 算作见过 陆尘把陆林拉了过来 指着曹南说 叫曹前辈吧 这是为父的好友 说完此话 陆尘都感觉别扭 毕竟是第一次 而这时 他也牵动了内伤 两大火源还在体内交锋着 现在的陆尘 要是没有大尊遗孩和眼界魁魏的护齿 恐怕连站都站不住 见陆尘弯了弯腰 气息不畅 曹南关切的扶了一下 这一下可不要紧 轻轻一碰就犹如火烧一般 吓得曹南飞快的松了手 陆小悠 你这是 陆尘忙答道 不方式 受了些伤而已 其脉不紊乱 他可不敢随便说出 自己得到了大尊遗孩的事 这么多年修炼 经验教训太多了 什么匹夫无罪 怀必其择的事 没少遇到 俗话说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 唯恐被有心人惦记 陆尘顺便撒了个谎 他身后的左青汉 陆林 居和宗藩 皆是点了点头 陌生不语 毕竟大尊遗孩 和宫火文太敏感了 说出去 肯定会引起一场 渲然大波 互相见过之后 陆尘偷眼 扫过太悟遗迹 并没有发现 清火的踪迹 他饶有深意的 看了看宗藩 宗藩皱眉 微微摇头 示意 自己没有找到清火 两人默默的完成了内心的交流 随后 陆尘甲一问道 曹圣王 这里为何会变成这样 曹南眼望遗址 叹道 古城唤劫已经消失 应当有人破坏了天生法阵 还真相于大白 这剩下的人都是古城的修士 正寻清火报复呢 寻清火 这些人不知死是怎的 陆尘差异的看了看下方的热火朝天的众多天神神人大为赞叹 不过 他看到陆林冲着自己眨眼 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正当这个时候 远方又是四道人影飞快闪过 这四个人陆尘都认识 正是无相管家四人 自己儿子的几个兄弟 老大 四人看来感情不错 大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 飞身上前 欢喜的抱作一团 陆林生怕他们说漏了嘴 飞快递上一个眼神 并赞道 嗯 你们干的不错 之前是他传言无相管家挑动全城反叛轻火的 要是说出去 难免会有人因此而联想到他们刚刚干了什么 四人一个比一个几两 嘿嘿一笑 闭嘴不说 无相管家在众人身上一扫 立马看到了陆尘 大惊道 老大 他怎么在这 之前陆尘为了追查谁是黑市之主 还跟踪过无相管家四人 最后被他们阴了一把 带到了山峭王那 无相管家打眼一瞧 就把陆尘视作了敌对分子 陆林不知详情 听无相管家直呼自己的老爹为他 恼火道 无相 这是我的父亲 啊 无相四人下巴拉的老长 嘴巴可以塞进一只鸭蛋了 战战兢兢的跑到陆尘的面前 深深一礼道 前辈 请恕我等不敬之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